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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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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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的环境就善 人心不善 环境就变恶劣 所以说 这本书 一定要熟读心思 勉勵奉行 在日常生活当中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想想 与感应篇的教训 相应不相应 相应的 我们可以想 可以说 可以做 不相应的 就不可以 所以 一定要先要熟读 要时常思维 里面的义理 熟读心思 努力奉行 前途无限的光明 我自己学佛 我26岁接触佛法 很多同修都知道 我没有福报 也没有寿命 也没有寿命 我不止一个人 为我看上算命 很多很多都说我过不了45岁 我相信 我家里面 很多代都没有过45岁 所以我能接受 没有福报 过去生中 没有收福 幸好我 还有一点善根 还有一点聪明智慧 能够接受善法 当年 朱镜就老居士 将《了云4分》 感应篇 介绍给我 我读了之后 深受感动 知道自己的毛病 改过自身 学忍辱 学忍辱 现在 还有一些寿命 好像 还有一些福报 不是前生 这一生所收的 实在是说 得力于 印祖的教诲 这三种书 我都说过 很多次 这一次同修门 请我再说一次 我说好 亦正是时候 大家学佛 功夫不得力 念佛 不能得功夫成篇 参善 不能得善定 研究 不能够完解 原因在哪里呢 要把原因找到 消除这个因素 无论收学 哪个范围 功夫就得力了 尤其是现在 尤其是现在 世间 这个世界 每一个地区 灾难频繁 一年比一年多 一次比一次严重 我们要有警觉心 我们要有警觉心 我用了两个星期 读完了 我真正明了 过去 我们也看到一些 折禄的本子 不完整 看不出什么 也是我们自己 收药不够 看到原文 看到全文 我们只知道 西方 诺查丹玛斯 他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大愚言家 而这个人 实在上说 和了凡四分上 所说的 红先生 是同样的人物 他对于 未来 社会的变化 自乱的状况 推算得非常准确 但是 没有办法化解 了凡四分 了凡四分 将原了凡 命运算得很准确 但是没有办法更改 原了凡先生很幸运 遇到了 魂谷禅师 教到他 命是自己做的 当然 自己可以改 改做命运 他改成功 才是中国历代 好像了凡先生 这样的人 不计其数 你懂得道理 懂得方法 你就能够改造命运 创造命运 前途 一片光明 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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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道理 难 这不是容易事情 偷切 了解方法 也不是容易 所以一定要认真 努力 学习 这个道理 非常之深 我们在新加坡 有机会 长时间 誓书 大经 这些道理 都和各位 说明白 但是听 一片两片三片 你是不是真的就懂得 未必 一片两片三片 听说而已 你的信心 都不能建立 何况了解 好在这部花炎经 分两大 我们眼前这种进度 我估计要说15年 如果有这个缘分 15年分修下来 我相信 开演的人会好多的 是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办不到 不能再现场听经 不得已 要求其痴 你听录音带 看录影带 或者是从 网络上 来收看 不得已 要求其痴 果然 每一日 不间断的分集 想要 建立信心 也要三年五彩的功夫 你只能做得到 现代人 和古人一样 古人心是定的 古人心好厚度 现在人心黑薄 浮躁 没有三年五彩 信心不能建立 有个十年八年 来自真正能开解 真正能够契入 我自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一生当中 心底平静 这一点 比一般人 要强一点 我没有欲望 与人无憎 与世无求 所以心底比较平静 这个对于修学 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你心不平 你心底浮躁 你欲望很多 要争取名文利养 贪徒五欲六陈 这个是修道 最大的障碍 这些事只做罪业 所以你的功夫不得力 道理就在此的 一个人修行 一个人得福 一家人修行 一家人得福 一个地方 区域修行 这个地区 免除一切灾难 新加坡 新加坡这个地方不大 我们在此地 港京 先后 已有十二年 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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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一些效果 原因是新加坡这边的教育 和其他地区教育不一样 这个地方的人老实守法 好规矩 所以听了佛法之后 他认真思维 他会去做 他觉得这是好的 认真去做 做的人多了 就形成一个风气 这样的小的国家 城市国家 能够受到全世界人的尊敬 自然有他的道理 可见得道理 还是归结到教育 我听人家跟我说 李光耀先生曾经说 他是受过英语教育 如果他是受华语教育的话 新加坡的治理 比现在会好很多倍的 这是真实之位 真正过来人 华语教育 教人是什么呢 我们要明了 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来 一直到清朝末年 教育宗旨都没有改变过 宗旨只是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教你 明白人与人的关系 你应该怎样做人 第二教你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第三个教你 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你能够通达明了 你就是圣人 佛家的教育 教育宗旨都没有改变过 也是这三件事情 佛家 不理是大小城 不理是哪个宗派 教育的宗旨 也是三条 第一条 转恶为善 就是五成佛法里面 人天佛法 你不会度三恶道 第二条 转迷为五 你只能够超越六度轮回 超越三界之爱 做罗汉 做辟知佛 做菩萨 做佛 第三个目标 转返成圣 这就是超越十发街 才知道知恩报恩 世间人知道恩 他报什么恩 知恩报恩 在大成佛法里面 异地菩萨 必修的课程 各位想想 这个地位多高 异地菩萨 总共修学八个科目 这是其中之一 念念念念不忘 靠养父母 奉仕师长 这两句是根本 然后从这个地方 发扬光大 孝顺一切众生 奉仕一切众生 这个 繁网经里面所说的 这个戒经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这个是把报恩 发挥到极致 我们今天 和很多很多 不同的宗教接触 不同的族群接触 真诚的爱心 无条件 无私的布施共养 有很多人感觉到奇怪 你问我 法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这个是 发言教会的落实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 就是自己的清静发生 又怎能不爱护 又怎能不照顾 又怎能不供养 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都知道这样做法 天灾人祸 就没有了 这个就叫做佛法 佛法在世间 真正懂得佛法的 有几人 我们所学到的 这个教会 必定要将它变成我们的生活 变成我们的思想 变成我们的行为 我们只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 感应篇不能不学 不能不认真努力来修学 这个会篇 搜集的公案 因缘故事 非常丰富 不能一件一件 你介绍 这个时间就会太长 我在此地 只是提醒同收门 要认真努力 读众授词 自求多福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都未曾讲到本文 明天我们就可以讲到本文了 明天我们 cũ 未必要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